我是蔡碧銘 任教於台灣大學中文系 教授莊子已經有19年的時間 莊子思想它是出現在戰國中期 它是一個戰禍頻繁的時代 它是擔任七元曆 就是它管理一個好像一個大植物園一樣 是一個小小曆 可是它生活是什麼樣 我們可以從它衣著打扮看得出來 它常常穿著破衣破鞋 然後氣色也不是很好 是個窮人 它窮到要去跟堅和侯借貸 它要怎麼安頓它的心神 這是莊子哲學很重要的一個起源 它用自日其心這四個字 教我們怎麼樣侍奉自己的心靈 它會提到用心若靜 想像我們的心就是一個靜子 所以我們不會讓那個不愉快的事情 其實才三秒鐘 可是我們在心裏停了三個小時 三天或者三年 它告訴我們養生最重要的養救你的心 我曾祖父跟我祖父都是中醫師 從小會涉率去傳統醫學 庄子告訴我們不要有負面情緒 這會造成身體三分之一的疾病 跟我們在中醫想要達到的境界是完全一樣的 你會發現庄子書裡很助於我們的身體 比方說我們現代人 95%是脊椎側彎的 庄子教我們原都以為經 如果做的時候 我是垂直立面地回復到 我們最青春、心神、氣血最好的狀態 我有一個很溫暖的快樂的家庭 人生太順遂了 指教庄子是沒有說服力的 8個月後 有一天我MC非常地痛 我去醫院檢查 才知道是癌症 而且是第三期 然後它已經擴散到淋巴跟胃腸了 在病房你生氣過 你也傷心過 你很訝異地發現 你一旦生氣或傷心 你的血怎麼滲得這麼快 然後你的指甲累得這麼快 然後你馬上Ending下來 讓自己進入一個莊子獎的神靈的狀態 我們的心會影響我們的氣血 但是莊子教我們 怎麼樣讓我們的身體在姿勢上 在心情上 甚至於我們跟外在世界互動 怎麼樣有個最安事的心聲 最強大的心聲 它是有方法的 每次後診的時候 大家就這樣哭著臉 整個脊椎骨塌地坐在後診室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要用所有的辦法 讓我自己活下來 我12月20號開始接受治療 到第二年的4月17號 那個腫瘤是往內縮 然後就消失在體內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面對死亡 是一個很珍貴的經驗 也讓我更了解 為什麼莊子裡面這麼多片段都是在談死亡 朋友的死亡 妻子的死亡 家人的死亡 因為如果在生死當中會讓你知道 什麼是生命最核心的價值 什麼是你最不該放掉的東西 我先是老師的粉絲 我自己聽到妝子的時候 就是有一種完蛋我中文的 以前沒有修得很好這樣 後來才知道老師的書裡面是漫畫 更加覺得很親近 身為公眾人物 其實壓力的確會更直接 讀妝子之後給我最大的影響力 應該就是 我大概應該是知道 我可以不用成為一個工具 即便我犯錯了 我也知道 當下的時候 我是全力以赴 我要修我的心 包括老師的書裡面有非常多的提問 今天你怎麼樣有沒有照顧了你的心 你的感受力是什麼 你的身體疲累了嗎 因為我覺得我的身體是非常誠實的 我以前不覺得 以前都是用腦去控制 剛好妝子也在提醒我 如何保養我的身體 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會陪伴你走到最後的